嗨,大家好,我是浪權博士的Lindy 剛剛有自我介紹過,但我還是簡單再帶一下關於我的部分 剛剛有說19歲之後到澳洲打拚部,叫回來台灣 然後就造作了我人生的一個心態史 在那之後歐白是讀大選參與管理系 但我也不是不喜歡那個系 我還是對參與那方面開店、餐旅、做甜點等等的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我自己也有去上咖啡的課 然後考到咖啡師白是大的證照 但是我只是覺得台灣的教育體制、台灣的大學環境 真的不適合我的學習方式 所以後來回來我就開始很去學表演藝術的部分 然後也有接觸即興 然後還有平面設計是我從小一直以來的願景 所以現在其實我有一個身份是在一個禮品店公司裡面當設計師 對我其中一個身份 然後還有甜點我有去學甜點 然後在社團上面賣甜點 然後去擺攤、畫米晶片擺攤、做乾燥化等等的 這些都是我很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我的生活大概是充斥了這些 然後後來音樂的機會創辦得到全國式 然後我先簡單講一下浪學模式在做什麼 現在的浪學模式 我是在幫想要兩狗狗的人找到一隻適合牠的狗 就是我們希望人和狗可以透過互相了解 然後彼此正確的溝通 然後進而可以共同的好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面 然後我們有個計畫照會找到對牠的計畫 這個我完全不可以講 那就是先來講一下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浪學模式是怎麼開始的 怎麼從就是我一個 欸!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可能偶爾去路上會不會流浪狗人 然後到即將成立的社會企業來做這件事情 就一開始其實是因為一個創業競賽 它是台大車庫辦的 它叫Anti-Rootology 然後那時候我和我另外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覺得應該起來比這個創業競賽 因為我們都想要用我們自己所會的東西 然後來改變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都有想要創業 然後在那之前我們有一起去森林小學 當過我們 就是參加他們的私自培訓 然後有在森林小學就來過一陣子 然後後來我還是覺得 因為牠是對教育 然後創業非常有興趣的人 然後牠想要用教育來改變這個世界一些什麼 然後我自己是我喜歡美 我喜歡跟美相關的事物 不管是表演啊 藝術啊 或是畫畫等等的 所以我會想要用自己的方法 然後來改變一些什麼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為了要參加這個創業競賽 然後所以我們要想給你露出來 那時候其實我們都還沒有就是 想到聊聊天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想說 有沒有一件事情 或是一個議題 是我們 就算沒有進這個創業競賽 沒有進級 我們還是會死去做下去的 我們會把它完成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然後 因為我個人 除了流浪狗之外 我還蠻關心 像動物啊 或是環境的議題 然後我另外一個夥伴 可能比較關心 教育 教育 然後一些 腦神經 還是我不懂 它在關心什麼 然後總而言之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 後來就另外一想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狗 然後我們兩個小時候 都更自由 跟狗相處裡 的一段 算是想要挽回的故事 然後所以我們就決定 決定來做流浪狗的議題 然後當時我們想到很單純 當時我們就只是想要改變流浪狗 這件事情 我們想要去訓練收容所的流浪狗 然後訓練完之後 把他們做跟長照機構做結合 把他們訓練成狗醫生 然後去服務那些老人啊 臨床的病患啊 兒兒童等等 然後當時我們的體驗是這樣 然後 現在有點不一樣 對 這得接下課長 然後 然後關於我自己 我自己 對狗狗的議題 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自己小時候 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跟狗相處的經驗 不管是 爺爺家的狗啊 還是阿姨去 路邊撿狗回來等等的 然後到了國二 有一天 就學校有一波狗 被丟在那裡 然後 我就 剛剛有說 就是內心有叛逆英姿 我知道我們家裡 一定會不支持這件事情 我還是去那一屋裡面 挑一隻小黑狗 就把牠帶回家 然後 後來就開始養牠 然後養了大概三四年之後 因為 當時的觀念 也 也沒有什麼正確和狗相處的觀念 然後也不知道要怎麼教狗 所以其實那隻狗 對我們家庭來講 造成非常多問題 不管是廢教啊 或是撕裂的東西啊 弄亂的東西啊 等等的 所以有一天 我從高中 那時候我高二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 欸狗咧 然後我媽就說 欸吧 就去山上留掉 然後 就當時 當時其實是很衝擊的 當時是覺得 就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覺得 欸你們身為一個老師 你們對待生命是這種態度的 可是當時我實在是 就太小了 然後又是黑夜 我也沒辦法就是 什麼衝去山上 就立馬去找狗等等的 我一直 在我心裡我一直覺得 他應該會自己走回來吧 狗不是都會這樣嗎 走出 走濕了 然後他應該會自己走回來 但他就是 一直都沒有回來 然後這件事有一直 就是埋在我心地 然後我覺得他是促成 最後五萬新的議題 蠻大的一個原因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一開始說 我們本來想要把 有媽狗培訓成狗醫生 然後到廠商機構做 做服務等等的 這個創業計劃 後來我其實一路上 都會有滿多的困難 當然啦 那個計劃後來 我就沒有進擊 因為我實在是 就太膚淺了 就一開始我們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直到我們就是 慢慢的 欸 一早踏落這個領域之後 才發現 就是未來道路導師 有多麼的困難重重 第一 就是訓練師很專業 那時候我們就只是 兩個IBO的女生 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 就是訓練師 到底要訓練什麼 訓練狗坐下 趴下這樣嗎 等等的 然後那時候 我們真的去內湖收容所 我們很衝動 就是內湖收容所 力量的一隻狗出來 然後參加了狗醫生配訓的計劃 我們真的帶著那隻狗去上課 然後接觸狗醫生的配訓 然後真的接觸了訓練師的領域 才發現 原來訓練師還有這麼多 這麼深這麼廣 然後這麼複雜 每個派別都有不同的理念 然後大家 也不是說我對你就錯 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就有點像小孩教育一樣 然後才發現 欸 越走 才發現動到沒有動到深 然後有多少東西 需要我們去研究 然後再來是 動保圈 因為這個計畫 所以我們有到各個收容所 去參訪 然後到動物之家去當志工等等的 然後接觸那些動保前輩 才發現 就是動保圈真的是 那個黑黑暗面真是蠻大的 就是有很多動 也不算是抖爭 只是因為台灣的資源就是那麼少 然後就是 在做事情的人這麼多 然後需要被幫助的狗這麼多 然後資源就這些 所以大家會為了生資源 而有蠻多的黑暗面 需要等的我們去解決 然後再來是普遍的社會上的價值觀 他們 大家現在有一點對於做愛心這件事情 就是說 欸 你在做愛心你在救狗 那你憑什麼拿錢 因為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要走社會企業的路線 我們必須賺更多錢 賺越多錢越好 才能幫助越來越多的狗 越來越多人 可是現在的風險比較像是 欸 你在愛嗎 你在救狗 你怎麼可以拿人家的錢 你做愛心不是你自己是很好很好啊 那你怎麼可以拿人家的錢來做愛心 你拿個iPhone 你這個該死這樣 然後所以 普遍社會風氣 對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還沒有那麼的友善 然後再來 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也是關於生活實際層面 我們一路上這樣摸索商業模式 其實 對我們自己的生活 可能是我從澳洲回來 然後 身邊的朋友們 大家都一個一個的 喔 我們大學畢業了 然後 要馬上去考研究所 不然就是 欸 到了一個公司做了幾年 然後有一個不錯的職位 不錯的薪水 然後人家就問我說 那你自己現在在幹嘛 然後我就 嗯 就一時 好像一時講不出個人自己在幹嘛 好像做了很多事 有賣花 賣明星片賣什麼 然後弄狗 然後可是 就 嗯 對 我覺得這對我而言 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壓力 就會覺得 嗯 所以我自己到底要做這件事情 到底要做什麼 我真的改變了什麼 我真的有幫到那些狗 我今天只有這隻狗 然後呢 那其他在失望的時候的狗 然後還有 其他現在被虐待的狗 那他們呢 就是 在這一路上去 拿場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 直到現在 就是一步步 直到現在 有慢慢的越來越清楚 我們現在的定位是什麼 然後像我們之前 有最一歲的一開始 就是辦一個 動保講座 其實我們一些動保前輩 來跟大學生們做分享等等的 然後到最後我們覺得 我們生路一起的時候覺得 你要養一隻狗之前 你應該先了解牠 你應該先知道 了解說 養狗之後的生活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舉辦了一個教導 讓全住一晚的活動 就是讓那些小養狗的人 先來跟狗 跟狗狗 就是體驗互動 然後兩個整天的工作方 教你怎麼從 實力住行律 這個各個方面來照顧狗 然後得到蠻不錯的活動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是開始 我們找到對牠的計畫 就是想要多人 來這裡 想要養狗 一開始我們會先跟牠面談 然後瞭解你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假設你吃個上班族 不知道就有玩我的生活 每天不太有時間 讓牠出去 然後住的空間也蠻小的 然後狗必須 可能住在社區裡不太能夠背教 那我們了解你的需求之後 我們就會到收容所 動物之家等等的地方 然後去尋找一隻適合 適合這個人生活的狗狗 並且有一個 一整天的媒合互動工作方 然後來教領 帶領這個領導人 然後正確其實正向的 和這隻狗狗相處 然後現在我們也就是有參加 系列回想計畫 然後是獲獎團隊 然後現在我們是在iLab設計流裡面 然後就是有一些厲害的前輩們 在培訓我們關於商業 要進入社會企業這個領域之前 需要經過什麼 然後需要先去會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目前 也在積極的做我們的網站開發 我們有造極的工程師的合作夥伴 然後希望就是未來 這個媒合是大家可以隨時隨地就做的 我可以上網填一個表單 然後填說填入我的需求 然後寫完一個類似心理測驗的東西 然後就欸 可以看到哪些狗是適合我的 然後牙狗之前需要知道什麼事情 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的願情是希望 人和狗都能共同的幸福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並沒有要留讓我消失 我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和平的共同 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用最後一個影片 然後來總結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嗯 那我反應 身體還很不舒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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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到底讓我們怎麼正確的了解狗狗的蛋 這是我們那時候幹的工作方的一些話訊 然後我們會知道大家如何製作現實 然後有一些實在帶你說狗狗應該要吃什麼才會健康 然後會帶大家去了解狗狗心慧背後的原因 以及怎麼做配來改善你們兩個世界的生活 然後這是一個關於狗狗之間的小遊戲 就只有這樣的狀況下面 讓大家是有聲音下來的 然後其實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將盡氣養豬的同事提升給養豬 因為在這裡我們並不是除了了解狗的行為 然後我們還會深入了解 你要養的那隻狗的個性 然後還有行為的特性 就像你認識一個小孩一樣 然後用適合這個小孩的方式去教育牠、去帶領牠 這是一個在教人家怎麼正確的上步的活動 然後有些是做狗的玩具 然後等等 所以我們當美國是在做一個perfectment的概念 並不是每隻狗都適合每個人 但是我們相信絕對不會有任何一個不適合羊狗 就算你今天 哇 沒了 就算你今天你可能只是需要一隻看家選 但是你如果願意好好的了解牠 然後照顧牠 是有狗適合去看家的 是有狗適合去幫你放固片 固工廠的 只要你就是願意去用對的方式代理牠 所以我都覺得每個人都會適合 都會一直適合牠和我們這樣 嗯 然後 然後 其實也差不多是這樣啦 最後就是 來訪到私藏全博士 然後 如果對於這個有興趣的 我們也持續有在照顧 就是想當初的志工等等 或是有想要養狗 有人想要養狗 都可以 或是對不我有問題的 都可以 來找我們 所以我是張平博士的莉莉 謝謝大家